我自己觉得最有可能是你2024年或者2025年有机会挑战那个WBO 赢的话可以回中国未免 是不是 对对对我们都这样去打算 现在国内也有一些企业也想去来来承办这个赛事 现在都在慢慢在酝酿当中 你中国的粉丝越来越多 你觉得以后会不会有机会在内地甚至澳门香港打比赛 想过一直在想 现在中国的全民对我的关注非常高 非常高 然后我上一次回国之后 真的那个场面也震撼到我了 所以说全民的热情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热情 然后其实乔逸是二番战的时候我们就打算把二番战放在中国 北京啊或上海啊 然后到最后又去计划也放到澳门或香港 但是可能说当时中国疫情刚刚放开 然后时机不够成熟 然后到最后没有促成这件事情 然后所以说到以后可能有机会的话 我想可能说在中国 不管是香港或澳门或北京或上海啊 然后举办一次 重量级的拳王赛在国内 让中国的拳迷清零现场 然后亲身去在现场感受一下世界拳王赛的魅力 2月18日会有Fury对Yushi 你觉得这场比赛谁会赢 这场比赛也是受到世界拳击全民的关注 这场比赛我感觉如果说泰森福利好好备战的话 他应该会赢得比赛 因为他有他的身高优势啊 然后体重优势啊 然后他也比较灵活啊 如果说他认真去对待的话 我想他会赢得比赛 这场比赛会有复赛 所以很有可能2024年 他们两个只有这两场比赛 那我想问一下 你觉得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比如说如果你打败帕克 你什么时候有机会 挑战冠军 如果说他们有复赛的话 因为他们现在是打一个统一战 如果说统一战某一个人赢的话 我估计应该他们会放弃一些腰带 放弃一些头衔 然后可能他们再去打复赛 到时候我们团队 我们阶级团队啊 会去履行我们的强制的 强制挑战权的这个 这个 权力 所以说现在我们 还是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 在3月8号的比赛上面 至于打完帕克之后 至于下一步怎么去做 有我的经济团队 有教练团队 他们再去做下一步的计划 也跟帕克在讲就是 好好去备战比赛 我们争取在3月8号 为世界全民奉献一场 精彩教练的比赛